山西省大同市向西大约15公里 有一座低矮的丘陵 人们叫它五周山 这座山丘极其普通 它本来的命运也许是沉默在地图或者历史典籍里 然而在它南侧的山脚下石破天惊 出现了一个艺术史上的旷世杰作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的开枣大约在公元460年到465年之间 前后持续了七十多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多元的年代 中国的北方正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统治之下 那个时候 北魏的政治改革和统一战争也一直没有停歇 民族大融合在这个破坏与重建的年代继续着 汉文化与先卑 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文化 以及从更遥远的天竺 波斯 罗马等地输入的外来文化 加速融合 佛教在中国已有传播 佛陀意运深远的笑容 不仅有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演技 还深藏着鲜卑这个雄兴勃勃的草原民族 一幅改制 向中原文化靠拢 并创立新制度的种种建新 工匠们的复杂 把那个热烈而动荡的年代 浓缩在五州山的一个个石窟里 这仿佛让他们积聚起太多的历史和美的能量 以致产生裂变 在艺术式的天空中放射出炫目的光滑 并使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名字 云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建立北魏王朝和修建云钢石窟的 是鲜卑民族的拓拔部落 这个部落连同它灿烂多元的帝国 都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不见了 关于鲜卑拓拔部落的起源 长久以来就是一个米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 养育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部落 这始终是人们想解答的一个疑问 而一段史料记载 正是这个谜题的关键线索 据魏书记载 在北魏太平真军四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乌洛侯的小国前来朝贡 说在他们国家西北方向的大仙碑山 发现了一个北魏先祖生活过的时事 于是北魏皇帝拓拔韬就派人前去祭祀 并堪助人于世之弊而还 历史学家推测 大仙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 但那个时事在哪里却不得而知 厄伦春自治其阿里河镇向北大约十公里 风轮层叠 树木残天 在峭壁之上有一个高二十米 面积达两千平方米的天然石洞 这个山洞在当地人的传说中 是一个叫嘎仙的仙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被叫做嘎仙洞 1980年7月30日 考古学家米文平在这个隐秘的洞窟里 意外地发现了来自于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石刻著文 经过了上千年丰盛学语的侵蚀 石碑上的课文在发现时 就已经模糊不清 人们很难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通过踏骗的方法 才最终还原出上面的内容 而这些文字也让当时的人们激动不已 一个埋藏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谜题 终于寻找到了答案 先被拓跋步的起源地 有了考古证据的支撑 在嘎仙洞发现的石刻明文 共二百零一字 于史其记载的 北魏皇帝拓跋涛派人刻写的诸文 基本相符 这里就被正视为 鲜卑拓跋步的发祥地 鲜卑拓跋步在这里 一直生活到东汉的时候 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 鲜卑拓跋步正是从这里出发 最终入驻中原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按照史料的记载 鲜卑拓跋步是在公元一世纪 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时候 离开了祖居之地大兴安岭 一路南迁 那么他们是怎样与佛教相遇 又为何要开造云冈石窟呢 在云冈石窟所有的造像中 这一尊是最为有名的 有关于云冈石窟的宣传材料上面 大多印有这尊雕像 这尊世家谋拓跋象 有13.5米高 按照云冈石窟的编号 它是第二石窟的主尊佛像 佛的这种坐姿叫杰迦夫坐 首的姿势被称为禅定印 表示佛正在沉思 佛家说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就是说佛有曼妙的体态特征 比如头顶的肉迹 眉间会放光芒的白毫 垂间的双耳 过膝的双手 同时佛还流露着悲悯与智慧的神情 第二石窟这尊造像 就被认为完美地表现了佛的这些特征 再呢 它就雕刻的艺术水平高潮 尽管它不是云岗石窟最高大的一尊佛像 但是呢 它从形象上 从它的表现上 是云岗石窟之最 第一佛像 作为云岗石窟的第一佛像 第二石窟储尊佛造像的内涵 还远远不止是它精美的雕刻艺术 很多学者认为 它是云岗石窟最早开凿的佛像之一 云岗石窟是北魏文成帝下令修建的 很多学者认为 最早开凿的那些巨大的佛像 象征着北魏建国以来的皇帝 而第二石窟的这尊雕像 有可能预指的就是北魏的第一个皇帝 拓跋归 公元一世纪 先被拓跋部离开大兴岸岭的密林之后 进入了蒙古草原 在草原上 他们和匈奴等其他民族 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到了魏晋的时候 战争的号角在中国的北方清晰可闻 公元386年 16岁的拓跋归 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一带 建立了一个叫魏的国家 史称北魏 十年之后 拓跋归带领北魏铁骑冲出草原 攻取了后阴的都城中山 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州 然后继续挥石南下 恒山 中国人称之为北越 东西绵延150多公里 横跨山西河北梁省 它山势齐绝 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 挡住了先被人的南进之路 这就是著名的悬空寺 它建于恒山之南的绝壁之上 其险 其巧 一目了然 悬空寺总长三十多米 离地却有五十米之高 据说这种悬于半空的设计 是为了接近神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 顺着寻空寺向西看去 山壁上留有无数方形空洞 这是典型的古战道遗迹 公元398年冬天 一支十万人的队伍 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拓跋归带着他的人马 以一条战道贯穿横山 打通了南下的屏障 战道的路径是随金龙峡 河水的走向建造的 河水刚好流经悬空寺下 而悬空寺的前身 其实就是拓跋归所设的兵战 一千六百多年前 经由这里 拓跋归带领还属于 游牧文明的鲜碑拓跋部 走到了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统 在大同市开展的北魏平城考古活动中 出土了不少北魏的陶涌 而陶涌的造型透露了大量的北魏生活细节 其中农业生产是一大主题 公元398年 拓跋归颁布了一道法令 让游牧的鲜碑人变成像汉人一样的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 他对前往平城的民众实行忌口受田 所谓忌口受田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分配给鲜碑民众耕牛和田地 让他们耕田纳苏 也是在同一年 拓跋归宣布称帝 并且把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大统 作为帝国的首都 一个骑马游牧 驻观瞻房的草原民族 不仅要学习灌溉耕作 而且要像中原的王朝一样 修建宏大的城市 鲜碑人在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 就从游牧文明 走向了定居的农耕文明 大同市中心气势宏大的华岩寺香火缭绕 大同这些存留下来的最早的庙宇 大都始建于辽金时代 可是大同的繁华 却从北魏定都于此就开始了 大同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 一共有97年 这是他在古代经历大规模的建设 和享有最大荣光的时期 2003年4月 山西省文武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在操场城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 咱们现在来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操场城北魏一号移植 东西是44.4米 这个南北方向是31.5米 台积是属于黄土夯柱 在他的台积的南边 有两处踏道 相距之间就是14米多一点吧 虽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 如今的考古现场已经回田 平成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但这次考古 却是文字上记载的 北魏那座规模宏大的独城 平成昭然天下 据史书记载 当时的平成有100万人口 一条条街去四通八大 工程 内城 外国 布局有序 它是那个时代辽阔而苍茫的 北方大地上最宏伟 最繁华的城市 平成是中国第一座 看着汉文化传统建造的都城 看着十四街的街坊 平成的城邦的设计 规划 没有平成的十四街 没有平成的规划 就没有唐在长安城 拓跋规不仅按照汉文化 修造了都城 它还模仿汉朝建立各种制度 包括爵位 官制 学校 礼仪等等 虽然和江南的东晋汉人政权 分庭抗礼 每年这位鲜卑皇帝还要隆重地祭祀孔子 同样 将就阴阳虚实 追求先方艺术的道家也获得了认可 总之 中原文化在鲜卑民族这里 长出了枝鸭 获得了生机 而就在儒道盛行的同时 一种从西域传来的新的宗教 佛教也在流传 佛教对云冈石窟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炉 笼盖四叶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堤 现牛羊 很多人不知道 这首著名的乐佛诗 是由鲜卑语成汉语的 它是鲜卑人的民歌 东汉末年 鲜卑人还在蒙古高原的赤乐川下放牧的时候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 从印度 巴基斯坦和中亚地区 经由新疆 甘肃来到中原 中国最早的佛寺 白马寺 就是在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东汉末年和继之而来的魏晋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 杀伐四起 战乱贫人 在现实的苦难中备受煎熬的人们 很愿意接受把希望放在来生的佛教 让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 慰藉自己的心灵 佛教是提倡修来世 今世都有多么痛苦 多么艰难 那么以后它可以升天 它可以到西天 极乐世界 这个也给人民解除一些精神上的痛苦 鲜卑民族本来是信仰撒满教的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 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 都可能是他们的偶像 等到经过一系列战争统一了北方 并且和南方的东径政权形成对峙 那时候佛教在先辈人中间已经获得了不少信仲 但为了佛教更广泛的传播 僧侣阶层还必须绞尽脑汁想出新的策略 公元397年前后 一个叫法国的和尚来到了平城 诗书上说 法国开眼经典 戒行经身 那时候 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归对佛教刚刚产生兴趣 他想让法国来给他讲经 法国见到拓跋归之后 做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给拓跋归跪下来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 僧人们一直保持着特立独行的片格 他们主张杀门不敬王者 因此 法国不得不对自己超越常规的行为 做出解释 他说 皇帝是能弘扬佛教的人 我非拜天字 乃是领佛尔 他还说 拓跋归就是当今的如来 沙门一应尽力 帝王即使人间佛陀的说法 使拓跋归对佛教有了特殊的好感 而同志阶层对佛教的喜好 为云冈石库的开凿 典定了政治基础 卫书记载 文成帝 王朝开始 他对佛教的提倡 对佛教 他自己礼佛 他都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说的云冈石库 在北魏的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 云冈这个名字 是明朝才有的 当时山上有个军事筑地 叫云冈部 慢慢地 大家就把这里叫做云冈石库 而在北魏的时候 这里的名字叫 武洲山石库寺 石库寺在佛教的发祥地印度 是僧侣的住处 后来随着佛教东传 逐渐演变成 依托于佛教的艺术殿堂 并在中国一度未然成风 新疆的三仙洞和克兹尔石库 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石库 到了北魏的时候 从新疆到甘肃 石库寺一路向着东南方向前行 并最后终结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在这个游石库串接起来的 时空链条上 位于海河流域最西端 并且紧邻黄河的云岗石库 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云岗石库的重要性就在于 它是北中国地区 皇家的第一个大石库 那么在它建立完之后 因为它是皇家的 它又统一了北方 所以它那种造像风格 就反过来 就是想外扩 就像一个大石头 扔进水里以后 它往外扩 所以佛教的传播 就包括佛像本身 它并不是说 完全是从西到东的一个过程 它很复杂 它也有从中央 然后往地方上传播的 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就是远在敦煌 它也接受过 云岗石库的影响 从空间分布的角度看 云岗石库被两条狭小的 冲击性山沟 分成东区 中区和西区三大区域 东区开造有 一至四库 中区开造有 五至十三库 西区开造有 十四至四十五库 几乎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洞窟周围 都还有蜂窝状的附数窟砍 形成了云岗石窟 窟砍密集 万佛生辉的壮丽建架 云岗石窟群里 编号从十六到二十的五个洞窟 处在云岗石窟 东中西三个区域的西区东段 在云岗石窟连绵 一公里长的石窟群里 这一段山壁最为平整 气势最为宏大 而这里的第十六到第二十窟 也被认为是云岗石窟的 发刃之作 被一些学者看成是 北魏开国皇帝 拓跋归象征的第二十窟大佛 附座在五周山山路 除了欧罗巴人种的面部特征 这尊大佛的衣饰也引人注目 他穿着的右袒袈裟 衣纹刚净清晰 这是古代印度和中亚一代 佛像创作中最流行的服装样式 又带有古希腊元老琵袍的遗风 美术史学家认为 这是尖陀罗艺术的典型特征 尖陀罗是梵语的音译 意思是芳香之地 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 喀布尔河下游地区 而古代 它指的是葱岭 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地区 公元前四世纪 随着古希腊亚历山大地东征来到这里的 还有古希腊的雕刻艺术 公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在尖陀罗地区盛行 以往佛教并不被佛造像 但当佛教与掌握了古希腊雕塑记忆的 尖陀罗人相遇 人类早期的佛教造像就诞生了 尖陀罗艺术呢 它既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内容 和印度造像艺术 同时大量地采用了希腊式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剑陀罗佛像 一种像希腊神像那样的英雄般的人物形象 这是一种跨文化的交融 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的丝绸之路上 往来于尖陀罗地区和中国西域的僧人 商旅和工匠络络绎不绝 充当着佛教东建 同时也是尖陀罗艺术东建的推动者 随着佛教的逐渐东传 这些受到古希腊 古罗马造型艺术影响的佛像 也进入中国 而最为系统的尖陀罗风格造像 当属武洲山上的云刚早期史库 那么早期的佛教造像艺术 更多的是他看到了佛教最早的 产生佛教的剑陀罗艺术风格 那么当这个佛教产生剑陀罗艺术风格之后 东传之后 实际上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云刚 云刚就是剑陀罗艺术东传以后 产生的一个巅峰之作 第十九窟的造像被一些学者认为 可能象征着北魏的第二位皇帝 拓拔寺 他高达16.8米 在云刚石窟里算是第二大佛 第十九窟的这尊主像成国字脸 神情端重名宿 双腿结家夫座 右手上举坐无畏手印 左手半握拳轻放膝上 手里还握着一卷布帛 他的左手拿的是布帛 这个布帛表示一种法医的传承 就是说把佛法 有一位传承给另外一位 表现了佛法永存的 永远传下去的这么一个理念 第十九窟的造型在佛教洞窟中是极其独特的 它的圆弧形轮廓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来自北方草原的拓拔鲜卑人 最为熟悉和最为亲切的空间形式 那模仿笼盖四叶的天空和穹顶绻绑的造型 除了洞窟造像的力学要求之外 还把草原民族真实而永恒的生活状态 自觉或不自觉地映射出来了 第十九窟的穹顶和环壁几乎全部雕刻了小勘和千佛 这一列列一圈圈的小勘佛浑然天长 在第十九窟拱门东侧的南壁下面 有一个手提镜瓶的小沙迷 小沙迷的神态清纯可爱 在肃穆的洞窟里增添了令人难忘的童真情趣 在洞窟南壁的上层 有一个佛经中罗侯罗父子相会的故事像 他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出家之后 第一次回家见他五岁的儿子 释迦牟尼采用站立姿势 右手上去做出佛印手势 左手轻轻抚摸着罗侯罗的头顶 向罗侯罗双手合十 在前程中包含爱念父亲 并喜得相见的深情 罗侯罗与佛陀相会的雕像 充满了父子柔情的人间美 拓跋寺是拓跋的长子 以往鲜卑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 大都是胸中帝脊或者部落推具 而拓跋规仿照汉人的制度 建立敌长子继承制 拓跋寺就成了北魏历史上 第一个以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人 拓跋寺即位以后 继续着父亲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努力 他更多地采用汉族的制度礼仪 各级官员也大量任用汉人士族 而汉人官员中最受宠信的就是崔浩 梁粉是大同著名的小汁 它的起源无从考证 但最早记载这道美食的 就是北魏名臣崔浩 他甚至还写了一本书叫《石经》 石经后来失传 但凉粉的制作方法 在齐名药术随书等古籍中都有引用 但是就是在齐名药术里头记载 他这个凉粉吃的时候 他要或者是热的 他浇一个肉汤 然后凉的就是放在这个麻将里头 放在奶酪里头吃 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 放在辣椒里放 放辣椒啊 什么酱啊 酱啊 酱啊 醋啊 这些油啊 这些 史书记载 崔浩是一位柏蓝百家 精言毅力的儒生 他性格坚韧而强悍 经常直言尽见 对军事也很在好 崔浩捷尽全力 用儒家思想 冥想鲜卑皇帝 在皇位传承的事情上 崔浩也力劝拓跋寺 按照敌长子继承之 早立皇储 拓跋寺有一个早会的长子 名字叫拓跋涛 他十二岁就作为统帅 领兵打仗 公元422年 为了确保皇权不至旁落 拓跋寺把拓跋涛 正式立为太子 第二年 三十一岁的拓跋寺 定逝于平常 十五岁的拓跋涛继位 他的出现 对北魏的发展走向 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些学者猜测 云冈石窟的第十八窟 是为北魏太晤皇帝 拓跋涛修建的 从窟外看 这一窟 与其他洞窟一样 都是下枣拱门 上开明窗 他的外立壁上 雕刻着一列列 一排排的禅定佛 密集的就像是风潮一样 他以几何图形的规征 表达着大乘佛教的理念 众生皆可成佛 虽然现在的山壁 历经千年的雨打风吹 失去了原有的样子 但斑驳残圣的千佛小象 仍然可以让我们感觉到 雕造这些小佛史信仰的力量 和虔诚之心 第十八窟北壁的这尊大佛像 高十五点五米 在中国佛教石窟的佛像雕刻中 它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独特就在于 它披着的袈裟 这尊大佛的袈裟上 布满了小佛像 他们随衣闻而起伏 随褶皱而舒缓 就连佛陀左手黏着的衣角上 也刻满了小佛 数以千计 所以人们称之为 千佛袈裟 在一个石壁平面上 捐刻千佛 需要千般的胆识 万般的记忆 而在一文起伏的动态中 表现出整齐有序 上下转折的千尊小佛 就更是伟大的艺术创作 在第十八窟的主尊佛两侧 各有一尊佛 一尊菩萨和五个弟子 西侧的菩萨和弟子 都已经分化了 东侧的大佛 焦踏莲花 身高超过十米 身后有背光 而他身边的菩萨 头戴客宫精美的画佛观 在佛陀头顶的上方 是几个神态生动的弟子 十八窟 就是这样用 大大小小的佛和菩萨 众精捧月般地 烘托着那座 可能象征着 拓跋涛的主尊佛 魏叔评价拓跋涛 说他离爱如生 兼资文物 他像父亲拓跋四一样 不顾先卑贵贵族的反对 继续重用崔浩等汉族大臣 使北魏进一步 向中原模式的封建帝国定性 崔浩满腹经论 如道皆通 但是他对于佛教是非常排斥的 他向拓跋涛引进了道士 靠千知 并且成功地让拓跋涛变成了道教的信徒 道教大约出现在公元二世纪的东汉末年 早期的道教上处初创阶段 无法和历史悠久的佛教相抗衡 靠千知对道教进行了改革 吸收了儒佛两家的理念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 教义和摘见仪式 大大推动了道教的发展 恒山玄空寺 距离大同只有六十五公里 相传 扣千知心事前曾留有遗讯 要建一座空中寺院 上宴削客 下绝削府 也就是与天上的神仙共寓 而将人世间的烦恼抛弃 于是几十年后 在扣千知的徒子徒孙们的努力下 终于在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 进兵平成的兵战旧址上 建成了这座齐绝的寺庙 玄空寺的齐绝 不仅在于它的建筑位置 它还是国内仅存的 如 室 道 三教合一的庙宇 玄空寺殿内正中 端坐着释迦牟尼 左边却是儒家始祖孔子 而右边则是道教始祖老子 可是这三尊象征着如世道和谐相处的雕像 并非建于北魏 在拓跋韬当政的时候 他们正激烈竞争 并酿出了血雨腥风的惨祸 公元440年 已经笃信道教的拓跋韬下令 改年后为太平真君 一个充满道玄意味的名字 并封寇千知为国师 尽管拓跋韬本人成了道教信徒 并且把道教立成了北魏的国教 但佛教还是如火如荼地传播着 此时佛教寺庙已有三万座 出家僧人打两百万 魏书地形制记载 北魏群国人口大概在一千一百万到两千万之间 如果除去半数左右的女子 再除去老幼病残 依然有两百多万人不交任何赋税 也不服兵役 只是坐享供奉 这些人正是那些涌入寺院的僧侣 而佛教场所大兴土木的耗费 也给北魏的经济和税收 带来沉重的负担 拓跋韬韬当政的时候 面对着一北一南两大强敌 北部是远在大漠深处的游牧民族柔然人 他们来去如风 如同北方少数民族百年前冲击中原大地一样 一次次地强掠北魏的边境 南方兴起了一个强人政权 结束东晋统治的刘宋王朝 王朝的创立者刘豫以一介不一起家 征战近二十年 统一南方 他出兵北伐 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城 面对经济和军事的压力 拓跋韬韬下诏 布告天下 从今以后 私自供养的和尚 武师都要送到官府 不得再行养序 现当年二月十五日 过期不交 武师和尚要诛杀 主人满门抄战 北魏城里 到处可见僧人被士兵拦住 强迫还俗 然而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场磨难才紧紧开了个头 公元446年 发生了一件事 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灭佛运动的刀火索 这一年 在陕西发生了一次民变 拓跋韬在清征途中 路过长安时 意外发现 有一座寺庙内 藏有弓箭刀枪等武器 拓跋韬短定 寺庙行为不轨 与起义军勾结 想要作乱 他命令崔浩 起草一份诏书 赵书宣布 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 和尚无论年龄大小 一律活埋 并禁止任何形式的佛教传播 这就是著名的灭佛照 就是说出家的太多 那对于国家的这个力量 它会是削弱 以皇帝为首的 这个大肆的信佛的话呢 会出现财富 也大量地流入思念 那么财富流走了 这个人力流走了 那么对于这个国家 那他怎么办 所以他就面临着一种选择 那么有的皇帝的选择 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选择 就是灭佛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之后又出现过三次短暂的灭佛 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佛教的发展 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让皇帝痛下禁令 但是其他几次灭佛运动 大多只是勒令僧尼还俗 压缩寺院数量和规模 没有哪一次像北魏的这一次如此残酷 灭佛照里赫然写着 扫除狐神 灭其踪迹 和尚无论长幼 一律处死 以佛陀的境界来看 这种杀戮不过是陈氏 在城 住 坏 空的循环里 注定的一个片段 但凡人却难以承受 这重击带来的震大 面对血流成河的场面 连崔浩的盟友扣千只 也大出意外 他不止一次规劝崔浩 不要大开杀戒 但是崔浩对此置若罔闻 当年 太武灭佛运动中 唯一幸运的事情是灭佛照 被快马送到首都平城 交给了一个人 他就是拓跋涛的长子 拓跋谎 拓跋谎是佛教信徒 他决定延迟发布灭佛照书 给了一些僧人逃跑的时间 灭佛行动迅速波及北方大地 手段之凶残 堪称空前绝后 僧人被活埋 妙产被抢劫 几代人兴建的佛塔 寺院荡然无存 后来的考古学家 曾经多次发现 与北魏有关的埋藏坑 这些埋藏坑里 埋藏的不是人骨 而是佛像 比如在河北临璋 发现的一个 不到三米的埋藏坑里 就找到了近三千件佛像 这个都是因为毁佛灭佛之后 那么有很多佛像被打碎了 也有的可能被秘密地藏匿了 风声很紧的 这个时期过了之后 一些教徒 一些信徒 他们把这些佛像给集中起来 进行集中的意买 也就是用稍微俗一点话 说做功德 他们把这些佛像集中买起来 再做功德 那么实现这个 就是在毁佛灭佛之后 所做的事情 拓跋涛在史书上 有战神的称号 他的一生 几乎都在征战中度过 可谓功无不驱 战无不胜 特别是对柔然的战争 堪比汉武帝时代 名将获取病 大破匈奴的传奇 拓跋涛十三次率军进攻柔然 尤其是公元四二九年 拓跋涛分兵数路 大举进兵 其中 东路由拓跋涛亲自率领 他的亲戚长途奔袭 纵身穿插 俘虏敌军甚重 自此 柔然势力被削弱 柔然可汗远顿 北方边赛得到短暂的安静 拓跋涛经过十几年的征战 最后在公元四三九年 深入河西走廊 灭掉另一个墙底 北梁 至此 五湖十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灭亡 混乱了一百三十五年的北方 终于完全统一 河西走廊正处在佛教沿丝绸之路 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上 因此 无论是北梁 还是它之前的统治者 对佛教都极为前程 这是麦基山石库 它开凿的年代是后勤 可能比云岗石库的开凿 早了五十多年 这是敦煌石库 有推测说 它开凿的年代是在公元三六六年 这比云岗石库的开凿 大约早了一百年 那个时候 河西走廊是中国境内佛教信仰的中心 除了开凿石库修建庙语 河西走廊的统治者们 还组织僧侣翻译经卷 因为出土了汉代艺术奇作《马踏飞燕》而驰名的武威 曾经是北梁的都城 北魏灭掉北梁之后 把梁州的三千名僧侣 还有三万户官吏 工匠和平民 迁到北魏的都城平城 梁州佛教人才极济 印度高僧谭吴琛就曾在那里翻译佛经 与此同时 梁州附近也有石库开造 北梁被灭之后 北方的佛教中心也就东移到平城了 前往平城的路上 武州山是必经之地 在众多被前往平城的僧人中 有一个叫谭耀的法师 不知他是否曾注目过这片宁静的山水 此时他还想不到 不久之后将要经历灭佛的浩劫 更无法预料 在这里他会实现一个壮丽的梦想 正是他在拓跋涛去世之后 带领着各民族的僧侣和工匠 在武州山下 开造了云岗最早的石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